欢迎来到老司机探案 第一案 阳台杀手 星期天清晨 住在六楼的体操运动员侯机灵很早就起床了 他来到堆满训练器材的阳台上 开始一天的训练 突然一声枪响 他的身体摔倒在阳台上 老司机侦探接到报案 直奔现场 他检查了尸体 发现子弹是从背后射进去 从小腹穿出来的 有一颗弹头掉在阳台的地板上 和死者的伤口完全吻合 探长发现 这是小口径步枪子弹头 是专门用于射击比赛的 探长做了进一步调查 得知在对面公寓的二楼 住着一位射击运动员兔大牙 人送外号神枪手 探长对他进行了审问 兔大牙生气地说 探长先生 你不应该怀疑我 因为我听你说 子弹是从他后背进去 下腹部出来的 所以凶手显然是从上面往下面射击 我住在二楼 我没有办法这么做呀 探长又问了兔大牙的邻居 路高个儿 证明他早上确实没有出门 探长又仔细检查了一下尸体 发现猴姬令竟然有轻微脑震荡 而且脖子受到了严重的拉扯 地上还有他的手掌印 探长又环顾了一下周围的训练器材 最终确定凶手就是兔大牙 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五秒后揭晓 兔大牙是在猴姬令练习倒立时杀害他的 所以死者有轻微脑震荡 脖子也受到损害 同时兔大牙还营造出错觉 让人相信凶手是从上往下开枪 第二案 黑狗 星期三早上 鹅有钱被发现死在家里 他是在和熊百万通话时 被自己养的黑狗咬死的 老司机侦探和狼警官调查得知 最近因鹅有钱外出 这只狗曾委托熊百万代为照顾 老司机侦探怀疑熊百万在照顾狗期间 将狗训练成咬人的工具 他们来到熊百万家里 对他进行了审问 但熊百万争辩到 自己怎么可能在五公里之外 发号施令指挥狗咬人呢 狼警官推断 是狗兽性突发 将鹅有钱咬死的 老司机侦探却有不同的见解 断定主谋就是熊百万 那么他的理由是什么呢 答案下期揭晓 上期答案 左边那一位是真正的儿子 从挂中可知 这个照片是否反照 所以脸上的痣应该在右边